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talk 坐在身边又熟口熟面的Alex Hello 大家好 记得Alex 当然是说商品市场的表现 最近发现很多网友对于金、银、甚至油价的走势都很关心 所以今天我们会组一谈讨 还有Alex 稍后有时间和大家谈一个Pair Trade 这个今年重点Pair Trade 没错 重点推介 稍后一定要留心听着 我们就简单回顾一下 去年的商品市场表现其实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 是 你先看什么 贵金属 你看CRB好像不行 没错 我正想说贵金属厉害 基本金属厉害 农产品都厉害 但是油价由于跌两成 CRB商品指数19只 商品里面油价占比最大 所以就拖低CRB指数 全年来说都要跌10% 很多大行最小的报告都说 2021年继续买重商品市场 是否也对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对的 因为其实有几个主题 在商品市场里面 我想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 就是美金转弱的主题 这个是恒之有效的 就是当美金是弱的时候 商品价格上升的机率就非常之高 因为你始终现在大部分的商品 都是用美金计价 当美金弱的时候 一些非美国家的购买力 也都会因此而上升 就是你想想人民币已经是知道的 人民币升的时候 自然你买铜、买小麦、买大豆 其实就容易一些 就是价钱就会低了 所以他们会买得爽手一些 其实对这个价格 就有一个支持的作用在这里 再加上其实今年也是一个 就是大家预期 会是一个 宽松之年? 宽松就一定了 还有是一个复苏之年 是的 经济复苏 是的 经济复苏 大家都会有一个憧憬 就是当疫苗越多人打的时候 其实疫情可以受控 当大家的经济 或者日常生活的活动 可以回复正常的时候 其实对商品的需求 能源的需求 甚至所有东西的需求 其实都会有一个帮助在这里 所以在需求方面 亦都会对商品价格 其实带来一定的一个支持 那我有反方向意见 既然我们说到经济复苏 对于商品市场表现应该是正面 但是经济复苏的底下 可能货币政策 就没有这么宽松 就是会不会 现在最近已经开始讨论 退市加息 你觉得这个主题 在今年会何时出现 从而会不会影响到商品表现 没有这么快 会的 是的 这个会有一个隐忧在这里 就是我都会觉得 好老实说 实际采取行动 实际收水 实际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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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不会发生的 会说的 大家会说的 说都害怕 说的什么时候会说呢 其实我会觉得 比较大机会 会去到最快 都是Q3尾Q4头 好 OK 的时间才会说 所以整个商品市场 其实都会有机会出现 一个先高后低的一个情况 就是上半年 大家都是光武升平 美金跌炒经济复苏 很多东西都会上去 继续跳舞 是的 但是去到下半年 的确确是有少少引诱在 还有我想近期 另外一个主题 大家可能在炒的 就是Inflation 通胀 是的 这个当然你说 在上半年来说 大家看到通胀 继续卖商品 都是一个很好的 所谓的抗衡通胀的一个方法 但是也都呼应你 刚才说的收水的一个问题 就是当通胀是 升到越来越厉害的时候 比如真的2%开外 就是联储局开始忍不住的时候 其实开始市场 就会说一些收水的一些预期在 这方面就会对 美金可能会参加气 可能也会令市场的资金减少 对经济的活动 可能也会有些削弱 因为你的Inflation 越来越高的时候 也都代表着债息是抽上去的 是的 最重要的是 美金也弹了一点 大概就是今天一个月高位 有些人说 因为美金弹 引致个别的商品 其实新年一年开始 表现就没有之前那么乐观 如果我们刚才回顾了 譬如2020年的大中商品表现 我们就 很多人都持有重 例如金 银 应该没有人买油 但是 油还可以 怎麽人买 如果负三十几元那次 负三十几元买 又发了答 没错 但是近年底 你发觉 Train 和你刚才说的那些 说法有些阴漠相成 大家炒经济就会复苏了 大约1月 你看到有很多东西反转 是 纽约旗油 布兰特旗油 全部反弹上来 是 大概WTI 纽约旗油 都有一成左右升幅 然后呢 你见到那些金 银 那些 就开始落后了 跌回大概是2% 这个截至上周五 15日那天 就是截至为计算的 是 Alex 这一个方向是可以玩多久 我觉得金 银跌 反而是一个挺好的买入时机 是啊 其实你说见到近期的金银跌 其实都是跟债息抽上去有关系 或者美金抽上去有关系 但是我始终都觉得 今次这个债息抽上去 就不是说 建基于一个很强烈的经济复苏预期 某程度上是建基于一个通胀的预期 以及建基于 就是说拜登会有银子 是 就是会推出一些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方案 就是代表是什么呢 要发债 供应多了一个债息抽上去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对黄金 或者一些避险资产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比较正面的一个因素 所以如果你说大家都是相信 那个美金是继续会跌的 当然我不相信 一样东西就是我不相信它崩溃的 跌三成那些 那些我觉得太夸张 但是譬如大家想回 就是说美金可能 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跌到去 8.5% 8.5% 其实8.5%都不少 现在90% 如果去8.5% 其实都差不多 差不多挨到10% 差不多91% 差不多91% 所以跌下去也不少 如果你说真的跌这个幅度 那其实那个金 就是你说要上去那个历史高位 那其实我觉得那个机会是高的 但是我又要反驳一下 你知道我猪胞有颈 你又说美金钰 通常金价有支持 但是譬如我们看去年 画到有大概两个时期 都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黄色圈那两个 但是有时候金很狡猾 他的身份 是 一时又避险 一时直接和那些风险资产一起走 是 其实他去年的第四季 很多时候是齐上齐落 和同行 两者拖着手洗 齐上齐落 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 应该他们是要分道样标 这样走的 当然这个又不是8% 如果你说看回历史的表现 我想大概有七成的时间是有效的 但是如果你说金真的 即是美金真的跌得很厉害的话 其实我觉得金抽上去的 那个机率仍然是非常之高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看的range 譬如今年金价的range 其实未必说那么容易跌穿1750 这些位置 变相来说 你现在看到大概一百二几三几 这些位置 其实和雨期的今年低位 不是差很多 先看去年11月低位 1760左右那些位 没错 那些位置 在这些位置附近去买 然后隔两百元上去 大概2000 甚至之前的高位 2070这些位置 其实我觉得直播率是有的 但是最近的回调 似乎还没有很够 因为我看机构性投资者 那些仓位 我发觉长仓也是持续减少的 是否 它没有什么移动 就是它又是 没有那些气势 去年那些气势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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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开始没有了那种 很疯狂很刺烈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市场的气氛 一层一层的 就是如果当市场 真的又有一些避险需求 你看到美金开始又重现了一个跌势的话 其实那些钱又会留在黄金市场里面 是的 其实我自己觉得美金可能短线未弹完 哦 可能你现在弹到上去91.67 都不出奇 那你算保守了 是的 我觉得是差不多 短期是这样弹到那一层 弹到那一层的时候 可能你见到金就1800元以下 那你就在那时候买 买点 其实有时那些人就说 看看有没有什么信号 是大家可以入场 就是我们有时除了看那些投机性长短仓 那些又比较滞厚一点 是 就是是不是它都走光了 我们才发现到 那看ETF那些流入 其实是否容易一些 亦都吻合一些 最近都是得比 是会比较贴一点的 但是其实都是互惠影响 我自己觉得 就是ETF和金价 那你的仓是少了人买 就是流出的时候 那自然金会有点固滑在那 但是我觉得其实都OK的 因为你始终近段 黄金又未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就是市场有些少 就将那些钱可能调回一些 就是风险资产道 股市 所以近段 有些少少黄金是失重的 是的 但是正如正话所说 就是都是要等一些时机的 就是等个美金一跃 其实那些钱都会流回到金的 那难道真的下下入比特币吗 比特币可以 但有个威胁到黄金的走势 不要玩了 你刚才说一只二三线股 你威胁到一只蓝丑 哎 真是 大家都觉得作出来 不是相同 大家要赞同一只比特币 或者大家要去买比特币 那当然是有故事 是的 你说取代黄金 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没错 很多投行最近都是这样说 搞到机会投资者周围问 是否真的会有的 就是这样 是 Alex就觉得不是的 大家都不用太担心 最近比特币那种疯狂声势 上到四万楼上的影响 不会影响到黄金长期的走势 不过比特币都很滑 但是都可以几千元 大家都要小心一点 黄金最近有少少失势 Alex刚才倒出了一些原因 其实相对下 大家觉得如果比起黄金 白银其实多人推些 我见到十间有五间投行 都说今年白银的声势 可能比黄金更加好 除了有一些基本贵金属的吸引因素 多了工业用途和环保因素 环保 你觉得会不会 因为我们看回金银比率 都是扯着 感觉上大家对银的喜好程度 好像多些 你说基本因素是 很厉害的 金银比率我自己 就不是看得太多 我觉得参与价值就少一点 因为它的波动比较大 可以发得很厉害 但是如果你说 从基本因素角度 的而且确其实 银是挺好的 好像刚才所说的 炒复苏 其实对一些 基本金属的需求自然有帮助 拜登上台之后 其实也会推一些环保策略 就算你说 未来中国的五年计划 其实都可能是一些绿色的 经济绿色的能源为主 如果你说 或者搞多些太阳能板 的话 其实对白银的需求 其实的确是有提升的作用 所以它可能会有一种 就是一个hybrid 的好处 就是可能 金星它又会做得好一点 追落后一点 是的 亦都有一些可能是关于政策 或者一些需求面方面的 一个支持在 所以银其实真的都可以考虑一下 银是很难玩的 因为比较挫 波幅大 很大波幅很敏感的 Alex 去年大家看着 30那个心理关系 今年 究竟能防火到 有些人看不是看30 现在看50 你会不会夸张一点 有时就是太夸 就是这些这样的 雖然银是很波动 打发白折 不是 银是很波动 但是波动得来 也都不会真的好像 比特币或者其他那些 挖得那么厉害 它是会挖 但是也有个谱 所以我觉得 30元应该不难的 就是等于如果你说 我们看过金 是会挑战到去年高位 2070的话 它会挖上去30元 流上 那其实就不难 但是你说 位上到50元 就等于现在的一倍 我想一年里面 就未必那么容易做得到 我想可能 把目标 你放32、33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合理 贴地的一个预测量 是吗? OK 好了 贴地很重要 不过你刚才提到的金 说会上破2070流上 那你今年的目标 是可以再走到多少 我老实说 我又不是说真的很夸张 可能是碰一碰 多几十元就收工 齐头2100 差不多 真的吗? 不是真的太多 我们始终都要考虑下半年的情况 下半年如果真的有些收水的话 那其实是会有些影响的 好了 如果回到一些经济复苏概念 大家都最近留意到油价 走得特别急 但是上个星期整体来说 就回落回 整个星期回落 大概升了三个星期之后 第一个星期就转身回落 大家都知道油价看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刚才你说的经济 供求问题 看下油组会不会再玩 油组很难触摸 很难触摸 那究竟如何呢? 现在又反映油市 是否短期是休息一休息 就是长远是否看好呢? 今年是OK的 今年是OK的 我觉得高位是60、65 其实空间不少 纽约期吗? 纽约期 是OK的 可以上到这些位 但是都是先高后低 因为我也是建基于 美元弱和需求复苏 你看到油组的态度 虽然俄罗斯也不愿意去减残 但沙特也OK的 没错 沙特也OK的 他自己自愿地去减100万筒 他是不是减足不要理 但是起码一件事 就是他有一个诚意 去平衡市场的一个供求 当然你说中间 你说难触摸的原因就是 他们似乎是有些分歧的 就是俄罗斯和沙特的取代有些分歧 还有现在难触摸的地 在于是什么呢? 他们现在每个月都开会 开会嘛 是的 就是比央行更密 比央行更密 是啊 就是联储局也是六个星期开一次 是的 现在一个月开一次 所以你变成有时 是有一些担心 就是他可能 看到油价升得上去 比较急的时候 可能他就会有些反应 可能会做一些真产的一些举动 所以这里是会有些少少隐忧在这儿 但是我自己觉得 就是说当经济真的好 真的需求回来 真的大家可以正常地坐飞机的话 其实那个刺激的作用 应该会有 怎样都会冲一阵上去 是吧 就是不要这么贪心 66.65是应该有机会到的 就是你说你打算上到100元是很难的 但是66.65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 还有其他可能一些比较负面一点的因素 譬如我们刚才说过 就是油造那边的产量 又或者我们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美国那边的那个 疫情 哦 油井的数目 是的 油井数目 是的 油井数目 是的 油井数目也是一个 可能对潜在会有个 就是供应的增加的一个情况 是的 你看到呢 开始由最低位的时候 慢慢慢慢 每个礼拜其实都有一个增长 这边都会对能源价格 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 还有现在的负存 都不是说非常之低 其实 但是也跌了五个礼拜了 这个负存 但是都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高的水平 是慢慢的 但是跌得慢 而且它还是偏高 所以这个情况 就未必支持它升到很厉害 就是你要见到它说 好像 那些铜 或者其他基本金属 升到80% 我觉得暂时 它未必有一个 这样的基本因素去配合 但是 不多的 60元应该可以的 给它些信心 给它些信心 是 是 如果错过去年那一亿 那么低价可以买入 现在就有点猶疑 因为经济复苏的感觉 好像都炒了大概八九成 反而是怕一些利淡因素 突然间 可能封城越来越多 或者疫苗是否真的可以 等等的一些小小的因素 反而 会不会短线 可能不拖低油 让我们低一点才再进入 封城 就应该不会再怎样影响 对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 又转不到车 又出不了去 除非 好说实 除非内地的疫情 真是有些变化 你说欧美那里 封不封都是这样的 已经是大家习以为常 反而 其实看到近期 你不要说只是有 整个商品市场 就是火红火绿的 其中一个原因 都是来自中国的一些需求 是的 如果你说中国那边的经济 因为疫情有些问题 而导致经济失速的话 当然会是一个很大的 负面的事件 当然你说如果疫苗 我不知道 如果疫苗是失效的 不效的 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整个 跟我们的基本情景 是完全反转了 是的 但是这个 你没办法去预计 你最好悲观假设 是的 你唯有迫着 相信它是可以的 暂时还可以的 暂时是 不过留意着中国的需求因素 因为去年 中国的原油入口 应该都按年多了7% 是的 所以也都看到 在第二和第三季 创造一个入口的新高 支持了油价 甚至低会反弹很多 说完这些油价 金价、银价 Alex刚才都已经卖了一个关子 就说 要推荐今年最强的 Pair Trade Pair Trade 是什么呢 冷门一点 冷门 是的 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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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r Trade 整体来说 风险可控 主要是 关注于 两个商品的价差 因为 其实我们看回 过去这几个月 其实由于 那个 农产品的价格上升 其实我们都看到 联合国的食品指数 其实都抽了上去 六年高位 是的 开始是有少少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我们有说过 就是通胀 可能会来的 所以这里是大家要关注的 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是看 就是大豆和玉米 那个价差 那样东西 因为我们看到 其实今年来说 那个大豆 或者去年来说 其实那个大豆 都升得非常之厉害 是的 也是很接近 那个历史高位 是的 六年多高位 是的 一几天都是 就快去到历史高位 是的 很夸张 当然你说几个原因 包括 中国买大豆 中国买大豆 是其一 而南美的天气也都不是太好 所以令到那个 就是大豆价格 抽了上去 但是呢 我们要想一个东西 就是很快 我们就会去到 北半球的种植期 嗯 三四月开始就播种了 嗯 那当大豆价格是这么贵 那玉米的价格 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种大豆 种多些大豆 种少些玉米 那变相来说 种植面积的一个差距呢 就会令到呢 那个大豆价格可能会跌 哦 肉米价格呢 就可能会上升 哦 以前买大豆就买很多了 一直都在买很多了 是的 但是其实现在见到 那个价格开始低的时候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时候 其实都见到 其实就是中国农业部 都调高了呢 今年那个 玉米那个进口的预测 所以这方面呢 其实都对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价格呢 应该会有一个帮助 如果购买经济复 玉米 就是小时候学的时候 就原油 就是原料的需求都大 因为它是制育月醇的主要材 是的 没错 这个也是会有少少帮助 是的 当油价上去的时候 其实对玉米的价格呢 其实都会好的 有点支持 因为需求会大了过去 但是我觉得就不需要那个了 就这样是这个 中国的入口 是的 中国的入口 或者是那个价差的因素 已经足以令到这一对的一个 其实可以做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啊 即是沽大豆 买玉米 好 行啊 那大豆去年看到 图片刚才所见 去年其实升幅已经是三成半 那玉米方面呢 仍然是增加落后 因为去年只升了两成半 而今年一开始 就看到玉米开始发力了 那变成了比率 由高位慢慢跌下来 大家可以留意着这个 这个帮币 看看会不会帮到大家 谢谢Alex 跟我们给了很多提示 那么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们下周再见 很多商品期货都可以实问交收 当你拿着长仓 又不想交收的时候 就一定要在首个通知日之前 转仓或者平仓 如果不是 就有被交收的可能 一旦要买回交收通知出市场 那个价格通常比较差 成本又会上升 投资者要注意一下